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就我一回来我都撒了果啊 果比草多啊 我的同学就会半开玩笑说 你打开牌去啊 有年轻人回来是一件好事啊 那也是农村的希望啊 在土地上我会想到我阿公在这里 我会想到我爸在这里 我想到我阿兆他们世世代代都在这里 你干嘛做这么傻的事情 因为没有办法 我们对土地是有这样的感情 2014年5月春天已过 持续进入立夏 天气渐渐炎热了起来 万物至此开始长大 群山环绕的花莲线寿风香 晴朗的艳阳下透着一股微微的清凉 这里的农民也早早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寿风香位于台湾花莲县东部中段 北陵吉安 东宾太平洋 是花莲的浓郁之乡 其中位于阿美族聚落最北端的月梅村 迎村型如月又四梅 故取名为月梅 早期由于交通不便 进出不易 因此全村几乎以农耕为生 我们现在看到这一条桥 这一条桥左就是往左边看 这边就是都是月梅村这样子 这边就是我们小时候 我小时候住的地方就是这里 小时候我们就是没有桥 这座桥是没有的 没有的我们就是用渡河的方式 要不然就是搭竹便桥 台风完的时候竹桥被冲走 我爸或我姐 就会背我过这一条溪 早期我们这边都是做务农 乡下毕竟都比较辛苦 那比较辛苦的话 它交通比较便利的话 年轻人就会外移 那外移的情况就是 像现在的状况就是说 大家还是普遍觉得做农很辛苦 就是没有年轻人要回来 他是卢继业 今年34岁 2010年因为父亲的一场车祸 让他返乡 开始了务农生活 有为父亲与当地老农们 带来农业上的新变化 父母以前都说 你们不要做农了 离家越远越好 我们不太 那时候我回来之前 我不太了解说文旦田的状况 到底是怎样 就我一回来我都傻了 就是 这个 你看这一片圆就是 果啊 果比草多啊 文旦的果实 就是都 都掉了 然后压在草上 因为那一年有台风 台风还蛮大的 其实那时候 心里面就有一个很 很 很难过的想法 就是说 其实 其实就是我爸讲说 他也没看过他阿公 我也没看过我阿公 我都没有看过 因为我阿公 我爸成小的时候 他就走了这样 我们有点在辜负他们 因为他们留了 这一块土地给你 不是 就是希望你有耕有做 然后有 有卖有收入 这样子平平安安的生活 可是 没有嘛 就是没有 然后满地的落果 2010年 看着满地的落果 卢基叶的心中 充满了对老父亲的不舍 而回来 目前就读于 东华大学财经系博士班 也曾获选 农委会百大农卿之一的他 对于顶着博士学位返乡 丛农 有着不一样的见解 我们对这片土地 我们 我们的态度 我们的态度最重要 就是说我们到底是 要把它荒废掉 还是说 我们把它可以创造一些产值 也许我们在 投入这些东西的初期 它的价值很低 我并不会把说我读了多少书 或是我 我是怎么样 我在哪里做过什么东西 这种 比较高傲的态度放在前面 而至于说 我们永远都忘记不掉 就是说我们都出生在这里 所以我们对这一块土地 跟对这一块物产的坚持 是更重要的 2010年 卢基叶为了让祖父及父亲 守护一辈子的这片土地 能够永续耕作下去 他从自家的柚子园开始 改以圈养鸡群 代替除草剂 以无药的方式 渐渐地取代 传统冠型农业的模式 养鸡 养鸡就是一个好处 就是可以捡鸡蛋 那鸡蛋的话 其实它非常健康 它也可以帮忙除草 我爸他们是在 他是用砍草 那我们这边这一块是圈养 那其实可以想到 就是说以前他们是喷农药的 其实是三个眼镜 就是可以看得到 就是说 像我爸他们在除草 跟这边的果实 还有收成的话 就是可以做一个很明显的比照 除了改变自家的果园外 卢基叶也带动了附近的老农 他花了四年的时间 带着月梅村的老农们 从吉原普任正开始 一步一步地朝无毒农业迈进 当初是 回来是因为我爸比较老了 那我觉得是说 在土地上面一直在喷农药 其实对他身体也不太好 所以我才开始会跟他建议说 我们来做无毒的农业这样子 一开始就是像这个玉米 其实我们一开始也不懂 我们不懂就要我们自己种 那我们自己种下来 以后发现就是说 整个过程就是必须要除草 它在很小的时候 你又没有办法叫鸡去吃 所以你只有一个选择 就是用拔草的 但是它好处是说 当它的草 你已经把它压制下来的时候 它就不会盖过玉米了 一开始 转做无毒的过程 让炉基叶反复地尝试许多方法 来克服不用药而产生的问题 及产量收成 从作物的习性 类型与品种上下了许多功夫 四年的时间过去 他也渐渐地看到了成效 当初我们做无毒的时候 其实就是我们一定要有必要的损失 必要损失就是说 不可能收成像惯性的这么高 那不可能像惯性这么高的时候 其实我们就会去选种 到底什么样的品种 消费者接受度很高 什么样的品种 它的生产量会很高 那就是要经过几次的筛选才会成功 这个玉米来说就有两种 一种是超甜玉米 一种是水果玉米 地瓜就是有一般是我们大量耕种的 就是所谓的台农57号 黄皮黄心的地瓜 那个部分消费者的接受度就不高 我们最后就是改成无药的那一种 日本种的栗子地瓜 这个 这种品种很少有 而且这种品种就是这种形状的 当初是希望说他们种这种品种 会比较好价值 会比较好 这些都来到这上面 都来到这上面 要 会啦 其实他速度没那么快而已 也是会啦 都每个人会有 我都会给他说怎么做怎么做 不然我这一天都别做的时候怎么样 总是要四代相传 大哥庆葬会 好 对 这样啦 月梅村老一辈居民大多是农民 私历都是四五十年起跳 卢基业的父亲卢建立今年75岁 也是月梅村的老农之一 从小就开始帮忙家里的农士 二十五年前 因为柚子的价格好 卢建立和当地老农 便开始大量栽种柚子 如今老果树上 果实已经结实累累 在卢基业的无独耕作影响下 除草成了他现在日复一日的功课 现在吃八百 蝶还没错 哇 哈哈 一会儿 比我更多 比我更多 快 沙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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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豬草有幾種好處 第一種豬草 這個草可以做立肺 可以做立肺 豬草之後 比較小的一點的寵害 它會在草上 不會跑上柚子上面去 那些小糖啊 有沒有那個牙什麼 你如果都把草草草草 土壤也有問題啊 品質以外的品質也有問題 水分就會類似說 水豬保值 它就比較沒有水分嘛 蒸發掉啦 相對等的它有積肥 這個除了草以後 除了有機會它還可以保持水分 下雨的話突然不會流失啊 所以這個真的是蠻好的 只是說很幸福啊 每天天還沒亮 盧建立就開始在柚子園裡 穿梭忙碌著 現在它的農園裡 全以無藥種植 友善土地的方式耕作著 也因此果園裡的柚子上 常見得到蟲子的足跡 這就死了嘛 這叫什麼品質還有另外一種嗎 這是鮮天牛 鮮天牛 鮮天牛 總共有幾種 幾十種 很多種 這塊呢 這塊呢 這塊最多嘛 是 比較小的 這最多 差不多粉下去多久 這塊呢 這塊呢 這塊而已 差不多一塊而已 差不多一塊而已 因為 會鎖軸掉 它表面上 成這個 褐色的 然後 又流出 這一個 一萬 就是沒有用 不能上車 這一個 有時間 我們就會去把它鎖軸掉 其實 這裡面只是表皮上 給它 傷害到 它裡面的質 還是 不變 不變 要變的話 就是最怕果蠅 果蠅定下去的話 它就是說 裡面就會 產生那種 蟲害 就會產生蟲害 病蟲害一直都是台灣農民最頭痛的問題 所幸 柚子不同於一般柑橘類果樹 一招病蟲害 比較好照顧 在農業興盛時期 再加上沒有進口水果的影響 這裡曾是文旦的產地之一 因為當初 因為架格不錯 大家就 一毆風就種 因為量過多 以後 這麼多 等於多 而且大家種很多 就很粗化 不去把它鎖 慢慢 就是 第一價值不好 第二不管理 自然就死掉 隨著多種水果的量產 及世代的變遷 受風鄉的柚子產業也漸漸沒落 如今留下的除了老果樹外 還有守著土地的老農們 在路上 從西方水果的水果 從西方水果的地方 在地上 海中水果的地方 在地上 尋找一種 水果的地方 沒有人 這草比人比較快 比人曬跑比較快 尤其這站 春夏之間 那你撈去就對了 那撈去就對了 像那些生長你說 剛才回去 他說每天起來都把草曬跑 結果跑輸了 滿頭白髮卻依舊健壯地在農園工作著 他是黃景泉 今年74歲 因為有感於傳統慣性農法對土地的傷害 黃景泉和盧建立一樣 漸漸地改以無獨友善土地的方式耕種著 當作有機的就是這樣 我們做一款農事 那麼多年來 就是農藥使用量也是很多 對我們人體 身體也是很不好的感受 所以也慢慢有些有心人士都一直推廣 說什麼就是做有機的 無毒的 第一 身體也比較不會去上海 第二的時候 你對環境也比較不會污染 怎樣 這也是經過一段的思考 結果的時候是說 我們一會兒沒有來轉型化賣 收得比較少沒關係 現在反正不是沒有看 不是說看這裡來生化 就去轉型 現在人家就注重養生 顏色已大的黃景泉 經過一番深思熟慮後 決定改以無獨的方式來耕種果園 在柚子採收前 修草簡直是他每天的例行工作 這個就是收葉 整個都會去割到 油燒了後 這就是走到這個 白樓是兵懷 就是 這個 很小可以漸減 漸漸不在乍戀 那是… 因為每一天都來割 就比較不好 在天所以嗎 別人會覺得 要割掉了 要割掉後才會矮化 矮化有一種好處就是 肥粉不用放那麼多 它容易送到那裡頭去 第二就是比較不會老化 所以陽光如果充足 它的力就是會比較漂亮 皮膚也會比較漂亮 你如果沒有割 像暗暗的 這很暗 這就比較會對皮膚也會 手臂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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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几天艳阳高照 空气中带有些微闷热 黄景全利用农霞之余来找卢建立 泡茶聊天 讨论农事 他是卢建立相知相习的老朋友 岁月在卢建立及黄景全这些老农们的脸上落下了反击 因务农而粗糙的双手 在此刻更是透露这些许落寞 望着眼前逐渐凋零的农业 他们的心中充满了不舍 在野人山被泡 不禁止郭文化走 甚至到處在臨上 現在像是駕駛的 基本上,都在六十二小 四十一名廚 十一名廚 正在說,現在的駛駛差不多不變 現在已經聽不到民前思 已經不及到 已經一個法徒幾十十歲 就這樣做回來 那不是失望啦 凋零啦 一份對土地無法割捨的情 讓盧建立和黃景泉 在農業的道路上走得艱辛 懷著感恩的心 他們默默地守護著這一片大地 你老實在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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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前體驗這麼多人 你老實在是有模樣 我要去找蘇金森跟盧金龍 盧金龍是我阿伯 蘇金森是我的朋友這樣子 我希望就是說 我可以跟他們看一下他們的狀況 然後跟他們講說 接下來要種什麼會比較好 那也會詢問一下他們 等一下就是說 他們農田的實際狀況 或者他們生活的情況怎麼樣這樣子 關心人啦 就是主要出來就是要關心他們這樣子 這什麼豆啊 蠶豆 蠶豆 下次要種那個 那個 種黃豆 黃豆現在叫什麼 玉米家 多大了 玉米 幫他開花吧 上面 要靠著你啊 對不對 農村裡總是充滿濃厚的人情味 蘇金也只要有時間 總是會開著車 到農田裡跟老農們聊天 這個今年再種一些啦好不好 玉米啊 我再拿一些種子給你 還有那個辣椒 辣椒 辣椒很多種看你要什麼 小辣椒 小辣椒 對 我們來做那個 罐子那樣 還罐子醃的 這樣子 農村裡總是充滿濃厚的人情味 盧吉也只要有時間 總是會開著車 到農田裡跟老農們聊天 他常常觀察 目前市場上熱銷的農作物 在搭以花蓮的氣候 來建議農民們種植 希望能為農民們 帶來更多的經濟效益 期盼能透過一己之力 推動更多的老農 轉做無毒耕種 今天有出菜嗎 可以吃飯嗎 三十五口 三十五口 nesse餐廳 裡面好大有 不醜 這個大汤 八呎 三十五口 每天一早 收封箱的农民们 就将刚采收下的蔬果封箱 纷纷再送到期货场 准备运销到台北 卢继叶趁这个时候 到这里关心农民们的收成状况 与老农们的言谈中 卢继叶发现 村子里还有些问题存在 其实就简单讲 就是金流 物流 金流 物流为什么断呢 就是没有办法 他们没有办法去处理这些事 所以当初一回来看到是 他们完全缺少这一块的知识 做这个收封印象这个平台 也是因为就是 其实是因为自己 就是家里自己需要 然后我认为其实就是 就是做 你对的事情你就去做 那努力默默地做 其实总会让你做出 你的新的希望 其实像我们田里的农夫 这些 其实他们也是遇到同样的问题 价格不好 怎么样把他们提高价格 那他们有没有办法去做 金流或物流的东西 都我们利用这个平台 可以去协助更多人 给农民的收入的确明显地增加了 在农物上被父亲戏称幼幼般的炉迹业 每天除了在农田里忙碌之外 也开始在网路上架构受风印象的行销通路 以及实体店面 在他财经背景的帮忙下 农民们除了交货给农会销售外 还能透过多元管道增加收入 当初我们是回来一开始是做网路销售 后来其实到网路到一定的量之后 我们才想说成本计算盖算可以的话 就来成立实体店面这样 他实体店面的好处就是说 我们可以直接面对消费者 那知道说其实消费者现在要什么 有一些客人是专门来实体店面 看到我们网路来找我们 有一些人是从实体店面 然后认识我们的 然后再去网路上购买的 这个都有 在寿风乡 有越来越多的农民受到了炉迹业的感动 而慢慢地转以无毒的耕种方式 为了号召更多年轻人 跟他一起回乡陪伴 及推动无毒农业 如今也更推动起不老文旦的品牌概念 这双品牌很简单 我们希望他们有稳定的收入 也是给他们自己的一个信用 那是对土地的期待 跟未来的期待 那我们也希望说 因为这个不老文旦的关系 会有更多人回来 更多年轻人回来参与这一块 因为现在他们都老 这个精神永远是不老 当初因为一份对土地的责任感 如继也选择回到了家乡 看着眼前这片大地慢慢松醒 他希望能将这份精神延续下去 因为要去看那个 防景拳 拳书 它是当初是 就是第一个我回来 然后第一个帮助完家乡以后 第一个我跟他配合的老文 他现在是独居的状况 他比我爸小一岁 就74岁了 所以其实我偶尔 我们这样偶尔都会去关心他 我是要带一些就是当季的蔬果给他 其实我们都是做一个 交换跟分享的一个动作这样 他都大概都早上差不多三四点就出门 然后到山上去工作 一直到下午大概两三点回家休息 你看有大皮吗 有了啦 很大 這是什麼蘋果 芭蕉 咱們吃太累了 不想去 我爸欠你 說來泡茶你都不累 累了 欠了嗎 那兩隻腳都不怕你都不知道 我給你含錢 你讓我生氣吃了 我給你含錢 隨著農村老年話 像黃景泉這樣孤身一人 膝下五子的老農 要如何讓農地能夠繼續耕種 農作物要如何賣到好價格 蘆季葉的品牌行銷開啟新轉機 讓一輩子沒想過網路行銷的老農們 也開始有了新接軌 那時候沒想到 那時候我們不知道網路聽我買東西 那時候在台北回來後 再說網路聽我買東西 如果可以買東西你就試試看嘛 以前還沒有轉型的時候 都讓人回配去台北市場 要去那裡拍賣 那裡拍賣多少 算多少 現在網路直銷 它就有 介紹有這個 過程也比較安定 年輕人要投入農村的成就 這方面要成就它 有那個心 這方面幫助它 農村有一個發展 沒有這種少年人照料料都 就變成沒有年輕的 那方面是說這個企劃買 這個有機無毒的企劃買 除了這個融合的 共同運銷以外 還有一條激烈的這條通路 老農跳脫傳統與新生代的思維結合 黃景全開始了多元管道的銷售 年脈的他目前已經漸漸無法升任粗重農物 在2011年開始便將果園分給 也是同樣投入友善農業的 東華大學教授蔡建福 管理照顧 我養一百多隻都被咬掉 一百多隻 玉米五百五 五百五 那個麥片三百 我還有鈔坑 你也可以弄一些稻殼 稻殼給它弄那個 稻殼也要吃 那你丟它也會去撿 我全部都沒有收 那個鈔坑 有啦 切碗殼 切碗殼 這個裡面有看土壁的 對 他是蔡建福 東華大學自然資源與環境學系教授 也是花蓮友善農業組織 花蓮好市集創辦人之一 長期研究農村規劃 他因為一次的走訪 而開啟了友善農業的道路 這也是一個機緣 因為我會經常 我每年都會去花蓮台東的這些農村去走路 我們走了 已經走了十二年了 然後後來就在這個附近 就遇到了全書 那看他們在除草 在施肥 在做一些農事 我就進來幫忙 然後慢慢地他就把這塊柚子田 前年就把這個柚子田給我種 然後去年又把那個稻田給我種 然後今年我又在他的主廚那個地方 養雞 鴨 鵝 三種都養 本身是農家子弟的蔡建福 在工作多年後 總益起小時候農村的生活 他希望有一天 能夠再回到純樸的農村 捲起袖子 過其簡單樸實的生活 有機果園的照顧 比一般的冠情農法的果園照顧要辛苦很多 像這個草 管理這個草的部分 這個草是前天哥的 那光是這個草要分三次 這個地方是我們這個果園的最高點 他可以看到花東縱谷 從後面這條路翻過去 我們可以到太平洋 到東海岸 這個果園 阿伯照顧了將近三十年了 他大概都是不用殺草劑在照顧的 所以我們來接手的時候 這些果樹 都不必有轉換的時間 在與自然共生 友善耕作下的果園 作物成長過程的好壞 都是需要觀察與經驗的累積 老農們的經驗 讓新一代的農民蔡建福 看到了歲月的智慧 對 這個草也不適合 對 也不怕 對 這段時間過 這個草也會改善生態 它慢慢也會變化 對 也要做 也要觀察 是啊 甚至要放得更長 或是太長 對 我們也要做得更長 這就是要我們自己去觀察 有個心得 要讓我們去調整的油 慢慢來 因為肥料也是一樣 當年 收到吃到滴肚 或是這個 米的頂軟肚 我們跟我們放肥 非常重要 非常重要 所以我們放肥葉孫 古年放什麼樣 一層放多少 我們留五十種 我們的肥料都在手 2010年 在黃景泉尚未轉型無毒農法前 這裡的柚子園 大半都以慣性農法在耕種 為了讓果樹能夠健壯地生長 在施肥上 蔡建福做足了許多功課 並且四處向人請益 希望能以最自然的方式 提供養分給果實 化菌肥料它會有很多不良的東西 會殘留在我們的果子裡面 水果裡面 那些硝酸鹽的部分 那也希望說可以 這個部分可以多做一點 在施肥的部分花了很大的工夫 我大概做了兩種不同的有機肥 目前我這邊柚子園都是下這個自己製作的堆肥 那因為堆肥它的吸收的速度可能比較慢 所以其實去年我的柚子比別人的沒有那麼甜 那今年我就調整了一點下肥的時間 也是跟阿伯討教 然後跟一些其他有機的農夫討教 剛剛阿伯有講到說 大概要三年左右才可以調整到一個比較好的模式 我是前一年 我是前一年 會用松雨灰取代它的農法獎 取代以後就贏一包 現在去年吃 因為我感覺好像不夠甜 那今年我就來放兩包 要再增加 我放兩包都來 增加的幅度有多少 我們這張幾乎差不多多少 一米 兩米 這個農場沒有這樣算 要增加的 多兩 那以前我們在下地下的雷的時候 我也會這樣 除了這才大張 這張都要增加的以上 大大米 要增加的 也要增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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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過兩年 不斷反覆的試驗 蔡建福慢慢的了解 作物的習性 與生長循環 辛苦的付出 也從果實上 漸漸的體會到 農業生活的甘甜 鄉村裡面 現在都是老化的現象 所以大家 種了半天 還不曉得要賣給誰 季業這樣的年輕人 我覺得 是鄉村很需要的 這一類型的人 季節 这天前来和卢建立泡茶聊天的老农林寿明 早期住在寿风乡 后来因为工作的关系和太太搬到花莲市居住 十年前退休后 因为始终挂念着从小生长到大的土地 因而回到了越美村 当初是因为我母亲留下这块土地 因为荒汇的话很可惜 我就想说能不能做其他的利用 我就开始就计划退休的以后的生活 当初是很不习惯 后来慢慢的一直改变 自己要适应 因为我从小就在这儿长大的 我以前也有种过棉花 甘蔗之类的 所以就这块土地从小就有一种感情 就割舍不掉这样 在林寿明眼中 这里就像是抚育他长大的摇篮 总能给他安定的感觉 崇尚自然与环保的他 果园十年来一直以无毒的方式在工作着 农园的工业也可以看到他的巧思 这是我的工业 我这里农机都放在这里 穿这些材料都是我去帮人 抢家的 拿回来的材料 所以搭这个工业 还比较环保的 我这里也是一些鸭 我这个鸭可以吃我农田里面的 鸭蜡 还有一些菜 菜叶都可以 包括牧草都可以挂好吃 这是我种的香蕉 这都自然成长 矿有机肥 决定不加化学肥 所以它的生长很慢 所以收成时间会很拉长 但是它的水果很好吃 如果风太来就没能够收拾 要看你吃饭 这就是我的莱姆 林寿宁的果园里充斥着多种类型 却少量种植的果树 因此果园一年四季都有不同的水果供应着 在完全不用药的情况下 结出的果实是又大又健康 你这看这个果园里充斥的 它比较稠 所以比较正常的一个莫变 一个果园 所以它心中出来的水果 就一定会很健康 没有其他的问题 譬如说 你现在如果用毒草这 它这个桶就没那么漂亮 对 变得变到它的筋 它整个桶就都变成了 对 生日如果不健康 它的水果品质就没那么好 这个水果呢 你看起来 它这个衣衣 改巴心 它这个皮 你看看 这个绳熟度都改好 所以它的果粒呢 都改完毕 出于自己自足的概念 乐于跟大家分享的林寿明 常常将这些自然健康的水果 分享给亲朋好友 在一次云露季夜分享莱姆后 却意外地增加了莱姆的销量 一般它们只会种莱姆 然后莱姆也卖得不太好 怎么样把它们的东西推出去 第一个就是说我们考量说 这个农民它到底有没有能力去做加工 我们就会去考量说提高它的附加价值 那所谓附加价值就是说 我们希望它去做莱姆处 在我们的理想范围内 我们就是都是希望它们要自己做 因为我信任的是人 信任的是农民 消费者信任的也是这一个人 也是这个农民 那我们就提高了它的价值 随着卢姬夜的网路行销概念成功后 在寿风乡像林寿明这样的许多小农 以及老农 开始渐渐对卢姬夜这个年轻人 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我认为它很棒啊 它能够这样的话帮助我们 甚至于就是说它能够介绍我们 种新的品种新的农作物 然后再提供给大家去消费 或者是大家使用 乡下雨前就是比较难生活 如果现在年轻人都愿意下乡来 大家种植有一些农产品的话 就可以改变它的生活 对寿风乡老农们来讲 对寿风乡老农们来讲 我们常常会讲说 你干嘛做这么傻的事情 没有办法 就是我们对土地是有这样的感情 我在土地上我会想到我阿公在这里 我会想到我爸在这里 我想到我阿祖他们 世世代代都在这里 那在这里是有他们的原因 土地给你了是你的责任 而不是你的财产 这是我们跟大多数人 大多数也许是在草地皮的人 不一样的事情 土地给你了是希望你永续耕作 那在这个环境里面 你可以生产一些物产 它最重要的意念是一个分享的概念 我们常常会看到农民说 我送你东西 送你那个送你这个 它没有送你 其实是它跟你分享它最喜悦的时候 它会把最真实的食物跟你分享的时候 其实它就是你最好的朋友 一份守护大地的心 串起了寿风乡老农 与新一代年轻人对土地的感情 卢基叶用专业带来了农业上的转变 他将意念化为行动力 希望能借此号召更多年轻人回乡 和他一起共同推动友善农业 让土地永续耕作下去 年轻人就比较有新观念 年轻人就比较有新观念 我们这园的人就是比较老的观念 新观念我们也是要接受 因为这种旬每行都有新的技术 新的方法 新的种种出来 我们也是要去看看 要去用看看 新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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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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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